大女兒兩歲半的時候 穿了一件青花瓷的一件小背心 然後頭上出了一個小揪 覺得形象挺好 給她繪製了第一幅油畫作品 更多融入了中國傳統的一些元素和意境 形成了一個有別於西方傳統的一種油畫 我叫萬里 今年33歲 現在和夫人一起住在南京 大女兒叫朵朵,今年5歲半 小女兒叫萌萌,今年3歲半 小朋友都是我夫人入裝打扮的 頭上的盤髮、小揪或者是馬尾辯 非常可愛 她們也喜歡中國傳統的小仙女 非常喜歡這一類中式的服裝、髮技 平常也會穿得去澳園 因為女兒年齡比較小 不可能經常保持固定的一個神態、一個動作 來給你畫 我會在畫室裡面擺設很多很多玩具 一些糖果 讓她自由的一種發揮 和妹妹一起玩耍的時候 來抓取她某個瞬間的動作 再根據這個神態和動作 來思考、構圖 加入這些中國的元素 來形成整個畫面 定稿以後 再慢慢開始繪製到成稿 每一幅作品基本上都要花費一個多月 繪製最長時間的一幅畫是西邊 是有一米八乘八十 它創作了兩個多月 最困難的還是一種東西方文化融合的一種意味的體現 《細蝶》這張畫抓拍到女兒抓取玩具的一個瞬間 我就融入了一張清代的郎士寧的百蝶圖 裡面蝴蝶的元素把它拆散、重構 形成了小朋友在抓取蝴蝶的一個動態 我最喜歡窗前那一張畫 因為當時我在拍攝女兒 她手中在很認真地低著頭在看那個玩具 當時在看這個圖片的時候 我更多地想到了一種平靜、安靜的一種意念 所以我就配遺了中國園林的窗框 後面有蛛石 她手裡的玩具我用竹葉代替 然後和背景相融合 體現一種小孩子在園林裡玩耍的一種場景 我一共創作了15幅有關於女兒的創作 其中有14幅是大女兒的 我小女兒對我就是發出了抗議 她說這都是姐姐呀 我的呢 然後就生氣地就走掉了 我就給她創作了一幅在荷塘裡的作品 她當時看了也非常喜歡 現在也不會再埋怨我了 我繪製的女兒花了三年時間 這期間女兒其實變化非常大 她從兩歲半的時候肥嘟嘟,有嬰兒肥的 長大到五歲半的時候,女兒長得非常快 有點超乎我自己的想像 我很想把她可愛的一面永遠地保留下來 觀看畫的時候,有很多大人來說 這是又想騙我生一個女兒的節奏 有很多小朋友看了以後 就對父母說,你看這是別人家的爸爸 我妻子經常在微信裡面曬娃,拍很多照片 但是我更喜歡用畫作來更好地記錄你對孩子的一種愛 也是給孩子成長過程當中的一份大力 對於孩子來講 她未來看到的這批作品是珍貴的一種回憶吧 我打算畫女兒直到我畫不動為止